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12月4日 星期一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一下香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前香港眾志核心成員周庭 在加拿大宣布 經過慎重考慮以後 大概一輩子都不會回去香港 而香港警方在今日對這件事表達譴責 呼籲要懸崖勒馬 不要一生背負逃犯之名 首先要呼籲各位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周庭昨天晚上在instagram上發佈的文章 到底是怎樣說的 我認為他寫得很好 也將他的詳細情況交代出來 他其中一段說 面對著如此複雜的環境 在今年我也作了一個重要的決定 就是報讀碩士課程 在這幾年固然是有不少新的經驗 但是還是自覺浪費了青春 就算機會不大 都是想試一下申請到海外留學 總比無了期的等待 或者坐耳代或坐耳代幣是來得好的 決定闖絕 急急寫了Portfolio和CV 最後有幸是得到加拿大一所大學的取錄 然後他就拿著大學的Conditional Offer 向國安提交了申請 在申請的過程中 國安要求我提交大學、學科、時間表、宿舍、過數紀錄等資料 又面見查問我報讀課程的原因 國安更加要求我寫下悔過書 指出自己對過往的政治參與是感到後悔的 而今後也不會再參與的了 也不會跟相關的人士 包括學民思潮和香港眾志的成員聯絡 周庭補充 在國安面前 如果是不願意作出一些妥協 輕則失去讀書的機會 重則不能離開警局 當時就只是希望可以安全離港升學 他在第二篇文章就交代到了 原定在今年12月底 他就要回香港就住國安法向警方報道 經過深思熟慮 包括考慮到香港的形勢 自身安全 我的心理和生理健康 我就決定不回去報道了 大概這一輩子都不會回去了 主要的原因就是 如果我回去報道 國安即使不拘捕或者收回護照 都很有可能 好像以前那樣 提出一些條件 或者進行問話 我需要滿足他們才能夠回到加拿大 但是 即使12月底 國安不是這樣做 下年我再回香港 隨著香港的形勢變得更加嚴峻 國安隨時都可以再以調查為由 禁止我出境 我不想再被迫做一些不想做的事情 也不想再被迫到中國大陸 這樣下去 即使我的人安全 身體和心靈都會崩潰 我並不是說最初就有這個打算 還在香港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思考過 會不會回香港的問題 就連自己能不能夠出境 都不清楚的情況下 我根本沒有心去思考 再之後的事情 可以出國留學 已經是很不容易了 來到加拿大安頓下來以後 我才慢慢開始思考12月的事 在得出答案之前 我還買了12月回港的機票 所以 如果有人說 我是處心積累欺騙國安 這個絕對就是錯誤的陳述 周庭說得很清楚 他不回香港報道之餘 大概這一輩子 他都不會回香港了 看到這些文字 我相信大家都會很深說的 因為你作為一個香港人 你叫他一輩子不能夠回香港 或者他決定流亡海外 這個是一個 很沉重的決定 是不容易的 也是一個遺憾 是吧 身為一個香港人不能回香港 但是 世事又豈能盡如人意 但求問心無愧 他只能夠 還有就是 他去到海外以後 最緊要就是 保重之餘 亦都是 勿忘初衷 看看有什麼方法 盡量回饋到香港人 那就最好了 是吧 畢竟他現在就是 叫做投賓自由 是吧 我經常都在想 香港 他作為一個地名也好 無論如何 承載著的不僅僅是 上面的硬件 不僅僅是 萬家燈火 紫醉金迷 燈紅酒綠 這些東西 而是最重要的就是 香港 承載著那七百萬人 故此 我認為 香港 哪裏有香港人的地方 那裏就是香港 香港已經成為了一個概念 不僅僅是一個地名 那麼簡單 來到現在這一刻 周庭就說 他受到了很多情緒困擾 這個就是 可以理解的 是吧 自從他 放了監出來以後 持續地去受到 這個國安的 監察 我們可以看看 周庭提出來的指控是怎麼說的 那麼 周庭就提到 他說 在2021年6月離開監獄以後 他心中的恐懼和不安 他是絲毫都沒有消失的 在出獄以後 他仍然需要遵守國安法的擔保條件 需要定期報道 胡志偉也是一直被沒收的 不能出境 按照國安法的程序 每三個月 國安都會要求他簽署一份 扣留旅遊證件通知書 通知他 胡志偉會再被扣留多三個月 三個月又三個月 三個月又三個月 每次報到 他都會擔心 隨時都再被拘捕 好 即使回到家 他也都總是想像著 國安 會不會在某個清晨 就好像上次這樣 敲打住家的門 試圖把鎖叫爛破門移入 再次用某個罪名把他帶走 每日這些想像都在他的腦海裡湧現 而他除了大喊 崩潰 戰鬥 又或者是和朋友掃說恐懼以外 他什麼都做不到 後來隨著症狀越來越多 不過情況也都越來越嚴重了 經過醫生診斷 他確診了焦雷症 驚恐症 創傷後壓力症 以及抑鬱症 幾個情緒病的混雜 令到他身心都是處於 非常不穩定的狀態 而他自己也知道是無處可逃的 希望他去到加拿大以後 這些症狀是會慢慢消退 但是很困難的 尤其是創傷後遺症的事情 會經常很反覆的 周庭也提出了一些指控 我們又聽一下到底他怎麼說 這件事反而是 特區政府都沒有回應的 周庭是說了什麼的指控出來 他說經過了多重關卡以後 今年七月初 國安就告訴他 如果你想要去加拿大升學的話 還有一個條件 就是跟我們回一次大陸 由警務處的國安處人員陪同 和保護下回大陸 國安安排他一同申請回鄉政 然後就回深圳一天 完成的行程以後 就會將本護照交給他 他只需要在大學假期的時候 回香港報道就行了 大家留意這個日子 是今年的七月初 我們說完他的文章才評論 七月初的時候 國安已經告訴他 你可以去加拿大升學了 好了 周庭就說他知道在國安面前 其實他沒有拒絕的權利 同時 萬一有什麼事情 他就主動送中了 那段時間他就很恐懼了 八月的某一天 他在五名香港國安人員的陪同底下 回到大陸深圳了 那天一大早他們就出發 拿著剛好申請到的回鄉政過境 一直夢寐以求的出境 竟然間就是去大陸 若然能夠順利回香港 國安會不會履行承諾 交一本護照 都是未知之數 心情很複雜 當日除了某些吃喝玩樂的行程 周庭還被安排參觀改革開放展覽 了解中國和共產黨的發展 以及歷代領導人的輝煌成就 這些都是共產黨典型的手法 就算說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 大陸對付普宜那班人都是這樣 就是要嘗試進行思想的改造 讓你看看中國現在多麼偉大 改革開放了 有多麼廢煌 之後周庭被安排到騰訊總部 了解祖國的科技發展 周庭就說他從不否定中國的經濟發展 但是一個如此強大的國家 要將爭取民主的人送入監牢 限制出入境自由 還要求以進入中國大陸參觀愛國淺濫 作為拿回護照的交換條件 這個何嘗又不是一種脆弱呢 到底周庭所提出的這些指控 是不是屬實呢 其實值得拿出來說的 當然 當局可以告訴周庭自己說 只是說他片面之詞而已 但是他說得這麼巨勢無謂 說得這麼詳盡 這些事是不是有發生的 為什麼他拿回護照 是會用這種形式呢 當官員去外訪做宣傳的時候 仍然強調 香港是實施一國兩制的 現在周庭說什麼出來呢 又夾他上深圳 又要參觀這件事 拍照照片 又要寫悔過書等等 才拿回護照 這些是否要 最起碼要有個說法出來呢 你除了譴責他這件事 譴責他就顧資源譴責了 不用問阿龜 周庭提出這些事是怎樣的 沒有回應的 之後會不會再回應 總之今天我看不到有回應的 就著他這一段這樣的事 剛才我們就提到了 周庭宣稱在今年七月初 國安已經告訴他 如果他想去加拿大升學 就要符合一些條件 就發還一本護照給他 即是反映出 其實最早可以追溯到今年七月 當時大陸已經有多少來改變風向了 為什麼會放周庭呢 我相信就是大陸要向西方社會 尤其是美國釋出善意 這個態度我覺得是很明顯的 而周庭能夠去加拿大升學 而我估計這件事背後 可能也是牽涉到一些外交努力 可能有外國爭取放人 因為之前一直有些報道說 在拜集會之前 美國政界就爭取 可不可以釋放黎智英 黎智英就追蹤是沒有放 現在其實是放了周庭的 他在九月的時候已經走了 十二月現在這一刻 他就叫做說出來 告訴大家他不回去 他九月已經是走了 所以大陸的風向是有多少改變 他不是說完全改緣亦設 但是他現在就是類似以前的民民人士 保外就醫而已 當美國有些大粒老領導人 訪問大陸的時候 在之前大陸就放了一些人走 以前的黃丹、魏京生等 現在就放了周庭走 當然就在低調這樣放 但是周庭現在因為他不回來 他為了自保 他為了宣示那個立場 因為他被人拍了很多打卡的照片 他就要交代整個來龍去脈 那就是這一刻才說出來 所以在這件事上 我認為大陸是有做到一些外交上的妥協 當然美國或者西方是否收貨 這些就是後話 以往靠釋放民運人士 來爭取到美國政界有部分人的認同 或者怎樣 現在還行不行呢 這一招我看就未必行 但是有放人就好過沒有放人 另外我留意到網上有些人說 周庭現在這麼高調走出來說自己走了 而且就棄保不回香港了 永遠都 豈不是會影響了那些後來者的 逃脫的機會 那我就覺得這些人是找事來講的 也都太不了解共產黨了 是不是 老共放得周庭的時候 其實他一早做了風險管理 你猜老共真是傻的嗎 他放得你去什麼加拿大升學讀書 叫你每隔不知幾個月回去報道一次 你猜他不知道你是有 永世不回香港的可能性嗎 他已經做了這個 預測的了 放得你走 預了你未必回 那 故此 我就不認為 會存在著 害到其他人走不了 因為本身走得到的人 他仍然是走得到 他本身走不了的 就不會因為周庭走了而害到他走不了的 在大陸的眼中 這些人 其實就是一個大國國役底下的 旗子或者籌碼 他有需要放多些人保外就醫都可以的 老實說 選什麼人哪有準則 只不過在大陸的眼中 我相信 他的眼中釘一定是黎智英和戴耀廷 至於其他那些人 可能大陸的判斷會認為 他無論在政治影響力 或者在民主運動的參與程度 或者是他參與的年期 沒有那麼長 那就選其中一些人去放 但是不會影響到一些走不了的人 將來能夠走到的機會 因為這些本身是沒有準則的 大陸自己決定的 另外 我們再看周庭那篇的文章 周庭還說 整趟的行程當中 雖然沒有被安排會見任何的官員 黨員 也沒有接受公安部的盤問 但是他感覺到 全程都是一直被監視的 陪同他的國安處人員 曾經跟當地的對口單位交投接議 在參觀改革開放展覽 和騰訊總部這些重點行程的時候 他也有被要求 跟展覽的登箱、logo、打卡合照 隨行的深圳人司機 也不停拍他的相片 如果他一直保持沉默 那些照片 或者有一天就會成為他愛國的證據 那種恐懼就是如此有形的 所以現在他為何要出來說這些說話呢 一來就是 他要 對外宣示 他已經離開了香港了 而且他這一輩子 很不幸地 就說不回香港了 但這個世界 不停轉變 變幻才是永恆 要保持信念 好了 第二件事就是 要提出這麼多 這麼詳盡的說法 那麼波就變成了 政府那裏 是不是 你要交代 你也要有個說法 難道他載大炮的車那麼多出來 車天車地 車到那麼多東西嗎 是不是 同時他也要保障自己 就是說 萬一將來大陸發佈這些照片 現在他先打了免疫針 告訴大家 他就被迫著去 為了拿回護照出國 沒有辦法 這些叫做肉錘針板上 周庭還提到 不少香港人 就會北上娛樂消費 而他卻是被迫到大陸 以換取出境讀書的機會 只是讓他感到非常諷刺 所以真的 如果有些人自命黃絲 又經常懶惰地強調自己 回深圳玩得很開心的 你聽一下周庭怎麼說 有些人說了 我講了幾次 關於深圳的事情 有些人不喜歡 又說你認識什麼深圳 不要說我 現在周庭也是說同一番話 周庭說什麼 他說你這班人 懂得北上去娛樂消費 他回大陸是被迫的 他是想拿回護照 是很諷刺的 老實說 我也是再三來重申 一個人 你喜歡去哪一處消費 哪一處玩樂 絕對有你的自由 這個就是出入境自由 問題就是 如果你是藍絲走上深圳 向大陸的經濟去輸血 這是天經地義的 因為藍絲就宣稱自己 愛國愛港愛共產黨 深圳的經濟有事 真金白銀抬錢回去救 是不是很合理 天經地義 但是你說自己作為黃絲 賺藍養黃就好地地 那時候你去抬錢回去 去救深圳的經濟 是不是搞笑 我們看看周庭的結語 他就說 這幾年是切身感受到 免於恐懼的自由 是多麼可貴的事 將來還有很多的未知 但是可以知道的是 我終於不需要再為會否被捕而擔憂 也都可以講想講的話 做想做的事 在加拿大學習和療傷的同時 也都希望從事過去 因為情緒病和種種壓力而放下的興趣 好好建立屬於自己的節奏 自由來之不易 在擔驚受怕的日常當中 更加珍惜所有沒有遺忘自己 關心自己、愛自己的人 願我們能夠在不久的將來重聚 好好擁抱彼此 希望他真的可以珍重 盡量回復情緒 因為這些事情需要時間來治療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